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想到太多的事情 心中放不下太多的事情 心中担心太多的事情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放不下就不行 而且台长现在看你这个图层 你的感情也出问题了 感情运不好 听得懂吗 暂时应该是没有什么 你傻的不得了了 感情运不一定是男女了 包括你跟你孩子的感情 跟亲戚朋友的感情都叫感情运 可以 明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单位里如果一个老板过去很喜欢你的 现在突然之间跟你两个人不开心了 这也叫感情运 你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你的孩子突然之间很反叛 跟你的感情不好 也是的 明白 可是这时候我那个修行领法门之后 跟孩子的那个关系全部都 好很多 好很多就好了 我自己就是说法会回来 我自己一直都在敲小房子 一直没有停过 没有间断过 超小房子啊 超小房子啊 一定要小房子 念 你别吓我 对不起 对不起 超什么小房子 一直都在念着 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我这个头上这个灵性是 主要是大灵性还是散灵 小灵性 散灵 全部都散灵 很多的云啊 虾呀 还有螃蟹都有 主要都是那个散灵 就是说那个小灵性之类的 对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不要以为年轻的时候吃的开心啊 到了晚年全部要报应了 那我的往生咒还是必须要讲 因为之前我是念四十九 四十九三个又停了 现在念二十七 往生咒要念四十九 一直念下 不能停了 不能停了 至少半年 就是说不用念四十九 然后停一个月 换一个月 念二十七那个吗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换了 一直念半年 OK 为什么 为什么 知道吗 因为你这个已经激活了 哦 不能再 不能再什么念念停停 不激活的情况下可以 我身上的孩子走了吗 师傅 七几年呢 数什么 六十八年数嘛 数羊 六八年的羊 看看啊 哦 你要注意啊 你的肚子现在很大 哦 听得懂吗 哦 你的肚囊很大 嗯 呃 其实我一下那个消化系统不好 就是说 上个 下两个月 我一直有看医生 我告诉你 我看哪个医生 脂肪沉淀 那个吃的那个 那个药还是相当贵的 我就是说 我就需要用药啊 师傅 还是我就是继续做功课念小房子 一起来 念经 念经 肉体的病用药制 灵性的病用念小房子啊 听得懂吗 嗯 可以 那现在看到了 现在看到了 小孩子没了 嗯 哦 没了 念掉了 主要都是还是散灵 对了 好了 那我现在念这样多吗 师傅 还可以 不多 还可以 你连上去听好了 哎呀 你要当心啊 台上本来不愿意讲的 你左乳房要出毛病的啊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 左乳房经常会有些疼痛 或者有些痉软 但是还没有感觉到 因为我今天主要每天都在念经啊 念小房子 要特别当经的 就是说 你以后的 你以后的 还有的心脏和左乳房都会出毛病的 嗯 心脏 心脏我就知道 左乳房我就还没有察觉 但是 啊 明白了吗 这个我会注意的 一定要注意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哇 �� аемся 等 好了 怎么 我 乱 我们 港 喝 饯